當地時間週二下午 馬克龍走訪了瓦朗斯市附近的小城鎮 當他走向當地民眾打算寒暄互動時 一名身穿綠色T恤衫的男子 卻突然仰手扇了馬克龍一記響亮的耳光 同時高喊打倒馬克龍主義的口號 馬克龍的保安迅速作出反應 將馬克龍帶離人群 另一男子則被警察制服 目前該男子的身份和動機尚不清楚 事發時另一男子同時被警方逮捕 馬克龍則在事後很快返回 繼續與人群互動 當地記者隨後發現 掌國事件發生後 當地街道出現了更多警察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